之前大概有七成同學是屬於進階 對於Excel函數應用應該不算陌生 所以後面的話我們會針對也許不是經常性用到的函數 或者是說可能比較綜合性應用的函數做多一點的說明 不過很多功能其實函數還是做不到 那要怎麼辦呢?你可能需要透過VBA撰寫部分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我們這一班同學其實程度大概 算是比之前還來得更高 因為之前大概一半一半 現在大概就是各七成跟三 然後另外大家最想要學的部分 90%的同學是希望學習有關高階函數的應用 所以我們會在後面多講一些可能你比較含用 但是很重要的函數的用法 另外的話也會結合像VBA 第二個可能比較多的像80%同學對於什麼 VBA的進階設計跟表單設計 那後面我會提到有關VBA的表單設計 那這個表單主要用在什麼呢? 你如果要輸入一些資料的時候 你可以跳出一個表單讓使用者輸入 那甚至可以你就是鍵盤上輸入完之後 它可以一直不斷的 有點像拿來做類似像進銷存 當然不一定進銷存 只要有一個input 輸入端的這種用法 其實都可以用表單來做 那它的好處主要是解決 就是說你給使用者輸入的時候 通常回來資料都慘不忍睹 為什麼你還要檢查錯誤? 它都可以亂填 所以怎麼辦呢? 你一定要先讓它不能亂填 所謂不能亂填就是它填錯了 會跳出警告 比如說你的那個不是數字 就不能填非數字嘛 不是日期就不能填非日期等等的 那一定要填正確的再輸入 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再做檢查 資料回來又正確 那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以前會做錯的大部分都是 前端的業務人員、客戶、user那邊 他可能輸入很多資料 你還要再做檢查 反而會大大影響效率 那怎麼辦呢? 用表單就可以了 另外的話 輸入的資料 甚至你可以把整個那個工作表 都保護起來 你不要亂動 因為亂動的話很麻煩 最後到底是誰做錯的 也很難釐清嘛 而且最後你要浪費時間 到底是誰做 大家沒有承認怎麼辦呢? 對不對? 那你還不是自己摸鼻子 還是要去解決問題嘛 所以有的時候呢 與其開放 倒不容易把它封閉起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怎麼樣把它做一些保護 OK 大概我們會用表單的方式來做 那其他的話 還有像工作表的自動化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工作表 有沒有?底下工作表 你如果要VBA自動化之前 我們通常會從小範圍先開始教學 因為如果我說 你從那個小範圍還沒有辦法熟練的話 你要做到大範圍的工作表 自動化會有問題 不過我想 反正你們按部就班 方法都差不多 主要是透過VBA 去控制ESale裡面 你看得到的那些 畫面上儲存格 範圍 藍列 再來就工作表 那我們把它當成一個物件 那物件的話 你可以透過VBA去控制它 那再加上什麼?回圈 回圈的話就是 讓它重複做什麼事 其實你最討厭的事情 就重複做 但是也是VBA最喜歡的 它的專長就是重複做 你要讓它做一百萬次 它也是不費摧毀之力 馬上全會幫你做完 只要你跟它講的語法是正確的 OK 然後這個後面我們會再提 所以工作表的自動化 我想我們也有一些範圍 不過前面是 大部分還是會先從小範圍 再到大範圍 那如果你這樣子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的話 我想你會學得更多 再來的話 有關跟大數據相關 其實我們這個課程其實 延伸出去 其實主要就是 你遇到大的Big Data 其實就比較不用擔心 那VBA是目前解決Big Data 我想應該是 最淺顯 而且最容易取得的一個工具 像坊間還有什麼R 然後Python 那些工具呢 它其實跟你是有比起來 我想第一個 你光要把程式安裝起來 有沒有 E-Sale VBA 就完全完勝了 為什麼 哪一台電腦沒有E-Sale 如果沒有E-Sale的電腦 那還叫電腦 所以基本上呢 安裝環境 另外語法 程式的語法 簡易的程度 其實VBA還算比較簡單 簡單多少 我是覺得簡單非常多 我以同學學習的情況來看 VBA真的簡單太多了 因為我像這邊也有開Python 如果你以後如果說 想要再慢慢往上的話 其實都還有方向 那比起來的話 這個課算簡單的 真的 還有更難的 程式裡面的話 不過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工具 另外其他的話 還有大家比較有興趣 可能像是自訂函數 這個一定會講到 那其他還有像錄製劇 這個也會講到 因為呢 有些時候 你VBA程式不會寫 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錄的嘛 但是很多時候 你不能亂錄 你一定要有方法的錄製 另外的話呢 也有固定的流程 你就按照那樣流程 保證你可以 把你需要的功能先做出來 做完之後呢 再銜接VBA 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那個 後面的編輯部分 大概是這樣 所以課前先講一下 反正大家先清楚 因為這個課其實能講的 還蠻多的 那只是說 我主要還是希望 針對大部分同學 的那個程度 我們設計課程內容 這樣的話呢 比較能夠 有效率的再上課 不要說上一些 可能太簡單 有的東西太困難 那這樣子我覺得 大概上課的成效 就算會差一點 那為什麼上這門課 其實大部分同學都 純粹是想要提升技能 那另外的話 工作上需要 OK 另外我後面有個 Email有信箱 你如果有填的話 我會把那個 我們上課內容 先傳到YouTube 再寄給你 OK 你只要手機內上網 你隨時都可以聽嘛 隨時都可以學 所以 只要你能夠 掌握那個學習的方式 第一個 那 當然我特別強調 我的東西都在雲端上 等於是7-11 你隨時想學 半夜睡不著覺 你也可以學 而且我的影片太多了 各式各樣的 但是呢 發在YouTube上面的缺點是說 你如果沒有來上課的話 看到都是片段片段 一部分一部分 那可是你會變得漫無目的的學習啦 所以最後很多人都是因為看完YouTube之後 就來報名了 諸如此類的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那再來第二個 待會兒 就是下載那個 下載那個 我的練習檔 那練習檔呢 你直接點兩下 上面有下載嘛 反正你就下載 記得把它解壓說 那待會兒我們會 一樣會從那個 下載這邊開啟 之後的話呢 解出來之後 在這裡 解壓說 我用那個RAR把它解壓說 解壓說 至此就可以 或者如果你沒有裝RAR的話 你裝那個 你直接解壓說 全部也可以啦 內建有一個解壓說軟體 那我們上課的流程 基本上呢 也是五大類 加綜合練習 所以我們的練習檔裡面的結構 就是按照我們課程 課程會用到的相關的東西 那當然我們如果進度快的話 基本上十二次上課 裡面的題目 大概啦 不過時間可能沒有那麼多啦 也許不可能每一題都講 但是基本上呢 雲端上大部分都有解答 所以如果你動作比較快 你也許你可以先 自己先預習一下 有問題其實也可以發問啦 甚至如果你有類似 工作上有類似的問題 其實也歡迎可以提出來 我們也可以一起討論啦 反正那個 當然那個不是說 把你工作丟給我 之前有同學整個檔案丟給我 我又不熟你的東西 你要告訴我說你的問題在哪裡 OK 因為每個人工作流程都不同 OK好 那所以待會的話 就是這個文字與資料函數 那也是請各位先開啟那個文字與資料函數的第一個練習題啦 那這一題第一個練習題很簡單 主要呢 就是利用什麼呢 利用一些方法解決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手機這個欄位裡面 它需要的結果就是把這三個欄位的資料 最後串接起來 要顯示為上面這邊的這個結果 例如像這樣的一個格式 所以這邊這一個第一個就09 然後一槓 然後minus符號 這邊要補0 因為要3嘛 這邊一槓 這邊要補兩個0 OK 規則大概是這樣 方法不限定 可以有很多種方法 你可以寫VBA程式啊 你也可以用內建函數都可以 其實我是覺得啦 我們這個課程主要是解決問題 但是要怎麼解決最簡單 OK 我們就是討論哪H我想得到的 然後我們用各種可能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沒有用過的 你也可以試試看 裡面的話主要是用什麼呢 用那個插入函數裡 第一個H最簡單 插入函數裡面呢 你可以用什麼 rept加len 其實這邊有一個 如果實際上想不到 你可以用這兩個函數試試看 rept是repeats repeats什麼呢 repeats幾個0 有沒有 主要是幾個0 主要這一題最難的齁 串接完之後 你要補幾個0 這是最麻煩的 那補幾個0是根據什麼 它一定要3嘛 所以你用3 減掉它裡面有幾個字 那裡面有幾個字 就LEN嘛 有沒有 兩個字 3減掉兩個字 有沒有更簡單 更快速的方法 當然有啊 我們後面還會教各位怎麼樣呢 一鍵完成啦 也許你可以這邊寫一個按鈕 按下去 自動全部完成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插入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是你量身定制的 叫自定函數 裡面本來沒有 你可以把它變出來 OK 也許叫什麼手機函數 然後呢 你需要什麼 123 給3個馬上結果出來 更簡單 可是裡面有沒有 沒有 你要把它寫出來 那要怎麼寫 那就是VBA了 OK 所以VBA是幫助你什麼 把沒有的東西變出來 那符合什麼 你工作的流程 所以有的時候啦 你工作也沒有的 你把它變出來之後 哇 簡單的 以後你的工作呢 要不就是按按鈕 按按按按 結果出來了 要不然的話呢 就是自定函數 就是插入一個自定函數 你把需要的資料給它 它就把結果告訴你 OK 類似於這樣子 那這個是第一個練習題 那待會的話 我們會大概再說明一下 整個課程的綱要吧 那我簡單說明一下好了 大概第一個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簡介一下 那 因為我這邊其實會錄影 所以會錄進去自己 OK 那角度瞧一下 不然的話 你是 好 那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參考用書 第三個課程大概簡介一下 還有上課的範圍 那我們大概快速帶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其實要找到我很簡單 你Google 吳老師 前面幾個連結都是我的 另外你如果查也是有VBA 或者是 除了教VBA之外 還教其他城市 或者像手機APP APP的設計 那像禮拜六才去擔任那個 動物大學的APP比賽的評審 那其實他們也是Google 就找到我了 因為APP開發教學 我是排第一個還排第二個吧 那VBA也是一樣 你在Google裡面或YouTube裡面找來找去 奇怪 怎麼都吳老師的東西 對不對 而且很多地方還被我洗版了 為什麼 而且很多地方甚至你要找的 其他人都沒有講到 就是我講到 而且我還排第一個 為什麼呢 可能因為我 教的夠久 而且也 滿願意分享的 願意分享這個還滿重要的 很多時候呢 很多人會 但是他不太願意分享 所以我發現在職場上 跟來上課 來上課 感覺幸福多了 對不對 職場上誰要告訴你 對不對 你不會你家的事啊 老闆覺得說你應該會嘛 對不對 那你怎麼會呢 對不對 誰教你 所以OK 那這類似的東西 那另外的話呢 我大概開了一堆的課程 所以這個課程結論了 大概有上百期了吧 而且不只是在我們這邊 其他地方都有開課 一堆地方開課 開課的狀況其實都相當良好 這邊是第四期開課 所以也許慢慢人會越多 現在人算還可以啦 應該會越來越多 我想另外東吳好像就非常踴躍 一開就滿了 還有抱到下一期去的 好 那 再來的話呢 相關的經歷 那當然我不是只有在學校 我有五年的創業經驗 有超過二十年的城市設計經驗 城市設計經驗也超過二十年 那 還有在學校也擔任一些夜市的工作了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在原誌 我現在也兼他們一個城市設計的課程 那因為這樣 就是在原誌是開 像什麼大數據分析 雲端跟手機APP 都是比較新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TPBS 就覺得這是特色課程 就跑到原誌採訪我 這是幾月 4月26日的晚間新聞 OK 那另外呢 最近 在今年初吧 資料工業經驗 頒給我一個叫 卓越貢獻教師的獎項 那教師節的話 我們這邊 文大的推廣部這邊 頒一個趨勢先鋒獎給我 OK 所以獲獎應該還算 OK 那再來的話 證照的話 也是一堆 之前 誰要有證照 我就考試 為什麼 幹嘛要考試 其實有發現 像 禮拜六我參加評審 我發現 真的你要去實作 或者去比賽 或者去考證照也好 都是證明 你的專長 專業的一種方式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不要排斥 那當然你工作上 會是一回事 像這些都會給你一些 可能有人背書的 另外呢 當然我也不值得 我上課把他錄下來 然後放YouTube上面 所以呢 我的YouTube上面 觀看次數超過幾百萬次 訂閱人數這邊是1.2K 其實我最近看1.8K了 一直在成長 如果說你要收到我其他的影片的話 你如果想多學的話 你也可以訂閱 歡迎各位訂閱 不過這個不是我主要收入 而且我也不是靠YouTube 這個賺錢 主要我是覺得分享 但不是大家都來學 大家都學會最好 對上班族有幫助 那OK 那另外的話 算因為這樣關係 我也試著掛一些廣告 所以你如果看到廣告 反正就把它當成 關掉也沒關係 我試了一下發現 當YouTube賺的 其實還不算太少 你就把影片放上去 掛個廣告 真的每個月都還有獲益 而且收入還不少 所以前一陣子有那個什麼小玉啊 有沒有 有一個新聞 他大學還沒畢業 他就公佈他 他是一個YouTuber 就是專門靠影片賺錢 他1到9月份的收入 他公佈給大家看 賺了300多萬 OK 那是不是這麼容易呢 另外的話 因為這樣關係 很多的那個 像一些相關會議也找我了 去幫忙證照審題 或者評審之類的 OK 那另外的話 相關的參考用書 這個是有關函數部分 在你們講義裡面也有 另外呢 有一本這一本 就是我還蠻推薦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的例題非常的多 有468個範例題 涵蓋面向幾乎全部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把Excel裡面的函數 全部都能夠熟練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把這本書 每一題都把它列習 好 如果你每一題都能夠 找到答案的話 當然你不要限制 就是看它的答案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解決 像我的習慣是 它的例題 拿來看一下 如果用它 用我自己的解法 我要怎麼解 好 就像每一題看到 不要一直認為有標準答案 你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方法 OK 最快的方法也可以 不過這一題的 這個書的缺點是 它沒有講到VBA 只有講到函數部分 是可能是它的缺點 那VBA部分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改寫 反正你如果學會VBA 找不到練習的範例 那你也可以拿這個來練習 OK 那另外的話 其他還有像一些理論方面的書 那VBA到底是什麼 它要怎麼做 相關的問題 有兩本書 所以如果你對於理論方面 假如想要更了解的話 那你可以先看這兩本 因為我們上課 我覺得你們看都看得懂 但是做不出來的比較多 所以很多同學自己買書回去看 看了半天之後 還是決定來上課好了 為什麼 因為很多實在是太理論了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看完這些東西 還是不會做 我會教你怎麼做 所以我們課程的重點 是把你們教會怎麼做 等到你會做之後 你如果再看這些書集 你會比較有感覺 不然的話 有時候你自己還不會做 然後看一些理論看完之後 還是不知所云 而且這些書有個缺點 就是好像沒有光碟 沒有練習檔 那怎麼辦呢 你要自己打 打錯怎麼辦 而且 它即便有練習檔 有些還有BUG 那個BUG就是程式跑 還是跑錯了 其他還有高階的 這個參考書目 請各位 也許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們後面的上課的重點 會第一階段 先把這五大類函數 逐一的跟各位做說明 那再來的話 這些上完之後 我們會再來講 綜合性的練習題 中間也許會穿插 反正也許 哪一個跟哪一個 可能之間還有一些 延伸性的練習題 我們會再跟各位做說明 OK 那練習檔的話 都會在雲端上 所以待會請各位 第一個 先下載那個練習題 第二個 先開啟文字與資料函數的這一題 想想看怎麼做 待會我們會教各位 怎麼去做一個 使用一些比較 文字與資料函數解答這一題 其他還有像制定函數部分 我們待會再來看